决定好要去县城 许念念倒是没有和静玉立马回去 当天晚上留在青山村老家里 杨翠花琢磨着 这件事怎么着也得跟老太太说一下 下午 许多鱼和许志诚放学回来 看到许念念在家 高兴地跑过去围着许念念 许多鱼更是直接抱住许念念的大腿 笑眯眯地道 哼哼解释我的了 剑玉抬了抬眼皮 瞅了许多鱼一眼 心道是我的 不过这话呀 他没直接说出来 只能憋在心里 许念念看着许多鱼可爱的小模样 没忍住 抱起来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真是他的好弟弟 突然被亲 许多鱼害羞地 把脸埋在许念念的肩膀上 许念念特别喜欢小孩子 尤其是乖巧听话的小孩子 熊孩子他也不喜欢 还好两个弟弟都很听话 杨翠花看到许多鱼又让许念念抱 嘴里叨叨 哎哟 你个兔崽子 成天让你姐抱 姐手不酸的呀 那么胖一坨 妈 多鱼一点都不胖 我自己要抱她的 杨翠花这才罢休 转头又对许志诚道 去 去你二叔家 把你二叔和你奶奶一家 叫过来吃饭 说你姐回来了 有事跟他们商量 许志诚听话地跑了出去 许念念其实 想把她奶也接到县城里去 但是她奶还要给二叔带孩子 许思思要去上学 刘桂梅和许二红 每天都要出去干活 许豆豆一个人太小了 没人看着肯定不行 这想法也只能作罢 但他们一家人 要搬到县城里这件事情 肯定要告诉二叔家的 不然回头她奶 肯定会生气 而且二叔家那里 肯定也会伤心 许念念去厨房做菜 靳狱跟着过去帮忙 没一会儿 许念念听到外面 传来老太太和许二红的声音 许念念的手艺不必说了 晚上一家人 和和美美地吃了一餐饭 许二红馋得直扎嘴 许念啊 你这厨艺不得了啊 二叔吃了还想吃 我们家思思奔得要死 啥也不会干 干啥啥不好 要是呀 能有你一半厨艺 你二叔啊 阿弥陀佛了 许二红的嘴巴还泛着油光 用舌头舔了舔 都舍不得用手擦干净 刘桂梅 听许二红数落闺女 次数多了 已经不在意了 加上许念念这丫头 确实亲近人 她也喜欢 许念念嘴甜得道 二叔喜欢 以后念念还做给你吃 许二红被这话哄得开心 像我们许家人说的话 二叔喜欢听 不像我家思思 成天知道话较多 老太太基本沉默着 没怎么说话 许念念知道 老太太这是舍不得她 奈何 她现在还没有想好 要怎么安顿二叔一家 自己的父母 她能无条件养着 就算他们什么都不做 都没事 可她总不能 也带着二叔一家 去闲着呀 这人闲久了 享受久了 习惯性的好处 会慢慢变得 理所当然起来 许二红这两口子 人还挺不错 许念念不想自己 把别人养废了 到时候 还养出仇恨来 这好好的一家亲 变成了仇人 她想帮衬二叔一家 除非能找到 让二叔一家在县城里 自力更生的伙计 而不是依靠着她 短时间依靠 倒是没啥问题 长时间就不行了 奶 您拿着 这是念念孝敬您的 回头 您多买点好吃的 补补身体 我会经常回家看您的 您不用担心念念 念念好着呢 赚大钱了 不缺这点钱 奶奶不拿 念念考生气了 哎呀 你这孩子 老太太眼睛模糊 哽咽着把钱收了 我给你开玩笑 我给你开玩笑